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礼拜二 礼拜三的时候会影响到菲律宾 那么接下来会逐渐进入到南海 对我们台湾的话是不至于造成直气的影响 但是这个礼拜要注意谈到外游黄牛云记 可能会为我们台湾带来一些水气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台湾的话 天气变化最主要就是今天跟明天 只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这波东北风礼拜一的下半天开始就会逐渐减弱了 到礼拜四上半天之前都是比较偏东风 比较稳定的天气 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之后 才会再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所以大致上看起来礼拜二礼拜三 到礼拜四上半天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 尤其是这个北部的话 大家可以好好地把我们中南部 都是不受到东北风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礼拜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东半部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云量都是比较偏多的一个情况 另外在这个温度的话 我们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几天的这个温度的这个转折变化 最主要就是可以看到礼拜一之前都是比较偏湿凉的 白天温度大概都是只有20到21度 礼拜二开始到礼拜四上半天之前 可以来到24到27度 所以都是比较属于温暖的天气 礼拜五又转成比较湿凉的天气了 所以要注意这两个温度有转折的时间点 是比较容易照亮感冒的 也要特别注意穿着的调整 那么在南部的话 温度没有太明显变化 低温大概17到19度 中午高温大概是25到29度 所以还是一样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白天温暖夜晚的话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在未来四天温温下雨的区域 礼拜一就是我们银封面 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 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礼拜二到礼拜四的话 是我们的东北部跟东半部 雨量比较偏多 有局部零星的短暂争雨 甚至有局部地区 有序区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银封面的降雨机率还是比较偏高一些 那么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要特别注意就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另外就是这个空气平时 有机会大大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礼拜一的白天 一样是我们银封面 北部东北部跟东半部 雨量是比较偏多 也容易有局部的短暂争雨 西半部持续都是比较稳定 尤其我们桃珠庙 以南都是比较稳定 可以看到阳光的这个天气 但是一样日夜温差 还是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最后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在这个今天跟明天 我们台湾是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银封面 北部跟东半部 是比较适量犹豫的天气 那么今天大家可以把握 礼拜二礼拜三 甚至到礼拜四上半天之前 比较稳定的天气 因为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 东北风又会再度增强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 大爱一台的观众朋友 跟您说声晚安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大爱二台 等一会回来更多新闻 为您报道 首先我们要看到 芭比娃娃的家您想住吗 三层楼的透天洋房 整个布置成粉红色 住在这样的民宿 一个晚上1800块 一推出之后 马上就被抢购一空 而在台湾的布农族部落 我们要带您看 青年公益2.0 这位24岁的女孩 自愿走进部落里 担任起了教育的使命 还要带您看台北监狱 是试定古迹 可是摇升一遍 现在已经成了公园 古迹火花 稍后回到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机前应该有很多女孩 或者女性的观众朋友 您是玩着芭比娃娃长大的吧 今年是芭比娃娃的60大寿 所以她的玩具公司 就跟民宿业者合作 打造了这一栋三层楼的透天洋房 里头的一草一木 和所有的陈设 都有浓浓的芭比风 因为她非常的便宜 才刚推出就被抢购一空 住在芭比世界 可不是白日梦 玩具大厂美太儿公司 与订房网站合作 在加州玛丽布海边 推出真实版的梦幻屋 庆祝芭比60周年 台币不到两千 除了卧房 还有各种网美景点 不过这个限量活动 只开放三天 早被抢购一空 下次开放时 芭比迷可得手刀抢定 担心我就不行兵 再过几天就是耶诞节了 在美国这个四岁的 脑性麻痹的小男孩 拿到了他此生 最棒的耶诞礼物